美股市场在2022年2月23日和2月24日 这两天发生了极为戏剧性的变化 2月23日俄乌局势恶化 股市极度恐慌 疯狂抛售 我也因为对于战争升级的顾虑而犹豫不决 是否要彻底出场 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 在理性极经验皆无法明确论断时 我们可以用一经进行沾卦 我诚心用线上一经沾卜了一卦 真是神奇 老祖宗的智慧果然说得契合 这一卦说了什么呢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没有及时逃顶或止损的小伙伴们 就听听我的分享吧 同时我也会谈谈 从2020到2022炒股期间 用真金白银和时间获得的一点经验和教训 大家好 我是阳光探索者 吉大利 现在世界瞩目俄乌局势 2月24日 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 在此之前 俄乌局势成为美股市场上层层压进的乌云 每一个消息 俄罗斯大举集结兵力 2月16日就会发动战争 或最近几天就要开打 再加上美联储哥派转应派 2020就会加息 会加三四次息 不 会加七次息 并三月就加50个基点 还要缩表 来个釜底抽薪 等等等等 这些消息和预测将美股一步步的推下悬崖 我的股票组合余额在2021年2月 碰到最高点后就步入了下行趋势 自己就如一个推球的人 好不容易将我的数额推上去 但又掉下来 推上去 又掉下来 我对自己的盈利预期也就越来越低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黑天鹅 鹅乌局势 这样离我的最高点 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吸取的教训之一 一定要注意股市时间循环周期 对实现财富自由的计划 要有耐心 分段实现 要锁定盈利 让自己有清仓观望冷静的时间 等待再次进场 我所持有的一些股票 比如 PLTR Open DDD 是跟随在2020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女股神 木头姐 我对她们财报进行了分析 觉得作为成长股可以长线持有 直到现在我还是持有 我知道她已经开始在卖出这些股票了 我是从不知道木头姐是谁 到紧紧天天关注 原本还打算将自己的所有资金 都投入到她的主动方舟基金 自己可以不用花心思投资了 心想在2020年 我炒股赚到的钱 也许是靠运气 2021年之后 我心里就没底了 如果交给木头姐的专业交易和研究团队 他们应该是火眼睛睛 并能够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应对自如 这样可以保证每年45% 甚至100%的回报 那该是多美好的事啊 财富自由 近在咫尺啊 幸亏 虽然我有这个想法 但我还是不放心 对于有些她的专业团队研究出来的个股 我也会去看看财报 有的觉得很难跟随 我只将少部分的资金买进了方舟基金 她的基金 在2021年一步又一步让我很失望 我早就止损 出厂方舟基金了 有几只她的个股也止损了 我的经验和教训是 不可以盲信股神 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其他的资产组合 原本打算在1月7日前 一定全部清仓出厂 保存利润 来应对充满加息风险 经济危机的各种警告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美股在1月2日 给我们尝到甜头后 1月3日就翻脸不认人 早晨起来 股指就已经掉下悬崖去了 等待回调 找个机会 再卖吧 可是一路往下掉 硬是连机会都不给 但我还是卖出了一些股票 对于剩下的 我横下一条心 决定和时间做朋友了 期许自己是钻石手 教训 如果想要保存利润出厂 一定要在自己预期的时间点 至少提前一个月 不要想赚取最后的利润 机构 庄家总比你先行 说回到俄乌局势 1月22日 和总统普京下令军队 进入乌东地区 1月23日 股市已经惨跌 华府警告乌克兰 额将在48小时内 全面入侵乌克兰 全球股市更加恐慌 一位财经博主也说 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绝望 华尔街大难临头各自费 一查Yahoo财经 那指期货指数 以下跌335点 到指以下跌653点 我一般会通过前天的期货涨跌 大概预测 接下来一天的股市情绪 90%情况下 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我想明天 一定大家都要抛售了 市场涨涨跌跌 我都不怕 在和平时代 时间可以是朋友 看看我以前卖掉的股票 苹果 脸书 阿里巴巴 等等 在一段时间后 都有几倍的增长 我认识到钻石手才是最能赚钱的 但是最怕的就是战争 如果局部战争演化为大规模的战争 不敢想如果有世界大战 股票就真是没有希望了 世界人民一定都痛恨战争 股民更是如此 我们平民老百姓 一定要意识到只有世界和平 世界人民才可能是赢家 对于战争的恐惧 和眼前股市蔓延的恐惧 我想到是否该卖掉手中所有的股票 等待局势明朗再说 可是万一割肉后 股市立刻反弹 我该如何呢 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 我浅学了阐述天地时间 外向变化的古老经典 易经 老师提到 只有在理性及经验 皆无法明确论断时 我们才可以用易经进行张卦 我现在就是处于这个时刻 我就诚心用易经在线占卜了一卦 问是否该明天卖股票 查看结果 一读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解释也果真说得贴近 这一卦是第32卦 九二窑 白话文解释意思是没有悔恨 时运的解卦是 稳住阵脚 可以免货 财运是 苦称待变 将可回本 我当时就决定 说得如此贴切 我就一定不要卖了 躺平就是上策 次日醒来 一看盘前账上数额极度萎缩 已经惨不忍睹 但我心境平和 苦称待变 将可回本 给了我希望 时间一过六点三十分 美国西部时间 那时已经跌去四百多点 我一直盯着那只 看看是否还有机会做空 数字开始急速变得越来越小 一分钟的分式图的绿色K线 像快速升腾的竹节 一节比一节高 我当时看傻眼了 我的上帝啊 太戏剧话了 心中也窃喜 幸亏没有在盘前抛售 也没有做空 我稳住了阵脚 感谢那神奇的一挂呀 不禁想起马克 道格拉斯所著的 交易心理分析 提到的猴子的实验 如果你教猴子做一件事 每次猴子把事情做好 你都会奖励猴子 猴子很快就学会把奖励 与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不再奖励猴子 他很快就不会再做这件事 不会浪费精力 做他们知道 不会再得到报酬的事情 我们股民就像猴子 当我们在市场上 持续得到惩罚 无论我们买什么价值股 成长股 大盘股 小盘股 都赚不到钱 我们就会放弃 在股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但是市场上看不见的手 往往会在我们绝望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惊喜 让我们持续地执着于市场 我要反复琢磨 全球投资界的传奇人物约翰 邓普顿的名言 牛市在悲观中诞生 在怀疑中成长 在乐观中成熟 在兴奋中死亡 如果有战争 政客提供弹药 普通百姓提供孩子 并失去财富和自由 让我们为世界和平真诚祈祷 只有世界和平 我们普通百姓 股民才都是赢家 各位小伙伴们 从2020年到现在 炒股有什么经验 教训要分享的 请在下面留言 也请订阅加点赞支持我们 祝大家都一生平安 健康 吉祥 富有